秋空氣品質拉緊報 根據環保署監測網26號起 中部雲嘉南地區 空品已久惡化 出現橘色警示 近一周來 苦苦少得民眾明顯增加 主要是以肝咳為主 中醫師說肺部主 氣管呼吸 秋天是養肺的季節 都會咳 偏晚上的時候 都會覺得癢癢的 臨床上就發現 在秋天的時候咳嗽的病人就會增加 至少就兩成的病人是咳嗽 而且是屬於肝咳 譬如說百合 然後山藥 蓮子 白木耳 那這些都是很好的一個 養肺的這些食物 想要止咳 除了中醫潤肺的腰傘之外 從西醫觀點來看 食物也可以選擇五色蔬果 保護肺部 紅色有番茄跟蘋果可以抗氧化 黃色有胡蘿蔔跟木瓜 胡蘿蔔素可以保護免疫系統 白色則有高麗菜香蕉 可以預防癌症 綠色富含葉綠素 像是青椒 花椰菜 強化免疫力 紫色有茄子跟藍莓 含有大量青花素可以抗發炎 維生素一的部分 其實可以多攝取一些 堅果和果類的一個部分的話 也對於就是 開氧化有一定的效果 另外醫師也提醒 如果是肺部有痰 咳超過兩周都沒有痊癒 可能是肺部疾病 要儘快就醫 以免小咳變大病 大家新聞 黃彩琪 葉宜玲 台北報導 他們留言到底大家可以回答 過 教育 當下 再次